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突发事件 比如说欧洲的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是否成立 然后中国人民币创下五年的新第一 日本和德国 特别是德国首次进入复利率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本周股市在周三的美联储公布会议以后出现下跌 周四由于英国出现枪击案 大家认为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机会再大幅增加 请大家注意欧盟英国的公投时间将是在下周四 那么这个事件无疑是市场一个非常不确定性 那么周五由于我们非常熟悉的Fanstock Facebook 特别是谷歌出现了大跌 苹果也是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也是出现下跌 所以纳斯达克引领整个的到三大指数的下跌 但是原油终于在50天线结束了连续多日的下跌 总体overall我们可以看纳斯达克收出了两年周线 然后标普是小幅的下跌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德意志银行 代号是DB和Credit Swiss CS 在本周创出了历史的新地 从一定程度上我们非常担心整个的负利率 可能对全球股市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也好像我今天看了报纸 就是CNBC对不起 就是布拉德美联储官员 他今天突然说到2018年之前 美联储可能只有一次加息的机会 所以变得非常悲观 你是怎么解读这个事 是这样的事 其实这个事情在周三美联储会议上已经有断倪了 就是有六位的联储官员已经表示 暗示本年度加息可能有一次了 这样的话已经是整个美联储本身言而无信 而且最近这个数据尤其是咱们六月份 一开始公布那个非农就业数据非常差 所以说这个也导致美联储本身 他在加息上已经是不敢轻取妄动 而且在周围的整个的世界经济环境 大事情不佳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美联储肯定也是要有自己有这样一个考量在这里 然后本周的黄金走势出现了一个急剧的波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冲高到1315以后快速回落 本周五收在1288 我一直强调1288 因为我记得在1288这一天 就是在前几个月有21亿资金 直接打穿了这个黄金的走势 跌到1199.60 然后反弹到这个点位 Kinsley你是怎么解读这个黄金 特别是像Nougat 我们投资人都非常喜欢的 三倍看涨黄金矿的一个ETF 整个的黄金你是怎么解读的 我认为黄金它的走势就是跟着我们的避险情绪 有这样一种波动 一般性来说股市下跌或者是外围市场的情绪 包括最近有欧盟要退 英国要退欧这么一种传言的话 在这种情绪的带动下的话 黄金的走势就会比较高 但是相反如果说标普是一直成一个上涨的趋势 像之前的话 那黄金就会相对的低迷一些 因此都是跟着市场的避险情绪在走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财经七日 我们的编导给大家准备的非常重要的本周的事件 跟大家回顾一下 环球财经七日 一周环球大事竟在掌握 6月12日美国硅谷 周日晚间 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宣布于262亿美元 全现金收购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网站LinkedIn 收购价格为美股196美元 微软现在的CEO Satya Nadella将担任LinkedIn CEO一职 他表示选择LinkedIn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将前者掌握的大量有价值的职业信息 与Office 365以及微软的另外一款企业和客户关系管理应用软件 Denimax结合起来 创造出更大价值和创新的商业模式 分析师表示 这是微软在社交媒体的行业进行最激进的尝试 目的是在社交媒体领域与苹果和谷歌分庭抗理 周一开盘后LinkedIn股价跳空高盖暴涨了50% 6月13日美国旧青山 周一美国公司年一度的WWDC开发者大会如约和公众见面 WWDC开发者大会专注于产品的软件更新 这一次苹果带来的是旗下四大OS系统的更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iOS10的系统 这次苹果主推的是人工智能助手并且将融入到各个软件的各个服务之中 同时强调了苹果人工智能的核心产品Siri也将得到强化 这次的升级虽然被一些批评者指责毫无心意 但这就是苹果近年来较为稳定的发展策略的缩影 6月15日美国华盛顿DC 周三下午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如约发布了最新的政策声明 如市场所预料美联储主席耶伦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益目标区间维持不变 在会议中不交系的决策通过了全体票委一致通过 美联储还特别指出劳动力市场改善的步伐出现了放缓 美联储官员措辞再次释放出了严重的鸽派信息 在非农报告之前 包括耶伦在内的很多联储主席口径其实是非常鹰派的 因此上个月的可谓是近年来最差的非农人口就业报告成为了本次美联储决议的关键 非农业人口劳动力增加大幅放缓让市场大跌引进 也让美国的经济形势一下子再次紧张了起来 6月15日 中国上海全球著名的名胜新星市场指数MSCI在周三公布了2016年全球市场分类评审结果 宣布在进行了几个月的深入探讨之后 决定延迟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星市场指数 但继续将中国A股保留在2017的审核名单之列 这是中国A股第三次被继续之门外 名胜给这个主要原因是 A股的合格境外投资者份额分配不足 以及资本流动限制的相关制度进展 仍然有待观察 在称MSCI失败之后 上证指数周三低开但盘中强势上 好 本月起我们中文投资网也应和国内非常流行的叫直播 我们做的是美股的直播 我们在美股开盘以后七个半小时都有老师给大家做及时的点评 技术分析以及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喊单 来 我们来待会看一下 好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美股直播VIP 应该说是实现了全天候 应该是交易时段全天候的一个服务 我跟大家说一下时间表 就是早上开盘9点半东部时间到10点半是由我来主持 主要跟大家说今天开盘以后行情的变化 三大指数 黄金 原油 Roso 2000 整体的一个走势方向 我的观点 那么然后我们从10点半到11点半就是由Judy老师来讲 那Judy老师讲的比较多的 也跟大家投资人讲的比较多的 我们散户很受益的是ETF 就我们给Jason老师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待会我会介绍一个Brian是在当中 那我们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直播节目 跟大家讲这个股票 而且我们请的分析师并不是一般的记者 首先我想请Judy回顾一下Jason老师在本周呢 就是他这两次的这个喊单特别的成功 Jason老师是这几天有操作过 一共在从6月初吧一直到现在有操作了五只股票 第一只是GEBO 它是生产那种可再生能源的一只公司 一只股票GEBO 那个时候是三毛三买的 然后是我们五毛三吧 反正是56%的那个收益率 然后卖的 这是GEBO 然后另外还操作了四只股票 现在还在保持仓位 一只是黄金矿商GSS 然后另外一只是那个SYNC 还有另外一只是BHC 还有另外一只是METME MEE 四只股票 那下面呢就是来Brian来说一下 我不太喜欢炒这种小盘股 像Jason老师这种小盘股 因为它这个流通盘太小 瞬间就起来瞬间就跌下 所以说它这个操作策略上头 我不是非常喜欢这个 我倒喜欢一些大的公司 就比如说是比较稳定的 还有一定基本面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操作起来的话 无论是技术面上 还是基本面上的话 我们有一个依据 有一个保障 不像小盘股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征兆 非起非落这种的话 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 这种比较稳定的公司 抓它的一个趋势 或者说是短期的一个震荡波动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操作策略 好 非常希望 谢谢Brian老师 那么下面呢 就是最后一个时间段 压阵的是由GET老师 GET老师 华尔街有一句话 叫散户控制开盘 然后机构控制收盘 所以我呢 是基本上是散户 然后GET老师是机构 不敢当 特别是这个指数 把握得非常好 那介绍一下你在过去的 就是每一个 这个最后一个时间段 我看你的人气的 非常足 而且大家都喜欢听你点评 包括大家有 对手上有什么个股 大家都喜欢点评 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么从这个最后一个 这个时间段呢 我主要是从这个市场尾盘的 一个运行节奏上 和这个市场的一个交通情绪上 来这个看一下 整个这个一天大盘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走势 或者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吧 因为呢 这个边框边楼 关键在于收口嘛 所以说呢 每天的开盘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Juli老师 其实啊 这个这两个星期啊 其实小盘股非常的活跃 特别叫NanoCap微型股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 最近美国股市的变化 就是大家比较偏重于ETF 在个股炒的人越来越少 你可以看到很多ETF 都有1亿的领量 是的 而且他们好像都不列入 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的成交量 如果按照他们的比例来讲 为什么他们没有列入 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的成交量 当天Top1的 它是有一个那个交易所是BAT B-A-T B-A-T-S BAT 它是个非常新的 已经上市了 已经上市了 对 前一阵子它刚刚上市 在它自己的交易所上市 BAT 然后很多ETF都是在那个交易所上市 为什么 因为 对 因为它那个相对的费用 要比其他三大 比如说纳斯达克要便宜一点 是 而且纽交所纳斯达克 比如说你要拿数据的话 都要收费的 是的 我觉得就是说 最大的一个特点 给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特别是杠杆类的 炒的人特别多 好 那么凤凰卫视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呢 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我们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来到下半场 那么下半场呢 就是由我们Kinsley和我们唐小姐谈一下关于美股收租宝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Kinsley就是最近好我们推出了 因为自从上周四 两周四 之前呢这个索罗斯 它看空美股以后呢 它的两个组合呢 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回报 比如说像恐慌性指标 以及这个黄金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NUGT呢 虽然本周冲高回落 但是总体它是从67一路上到接近120 几乎翻了50% 那么就是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们最近美股收租宝也推出了一个索罗斯这个收租收租宝 恐慌指数收租宝 也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下跌的股市当中的投资人可以利用这个波动呢 来赚取一定的利息或者出租的租金 你是你听说你有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吧 对 我们的那个索罗斯出租宝就是因为索罗斯它是发表了看空市场的这么一个言论 因此呢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投资组合 这个投资组合呢就是通过出租我们的NUGT或者是一些带有恐慌性指数的看跌大盘的这么一些ETF来做了一个投资组合 然后呢把这些股票再进行一个出租 就是我们在把握这个本金上涨的同时也可以收到非常稳定的这么一笔租金 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么下面来看这个短片 各位美洲华尔街对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Nanel 这礼拜呢相信我旁边这位脸孔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我们的美女讲师Kingsley 大家好我是Kingsley 大家也会好好奇 那我们今天买股票要来收租金 那万一这只股票我们买的可是它赔了要怎么办 大家应该很担心我们要如何去选一个好的投资标的物 如何去挑选股票 当然了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样的股票都可以用来收租金的 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标的资产就非常的重要 我们近期呢操作比较多的是一只三倍看涨黄金的ETF 叫做NUGT 我们为什么认为黄金的走势比较好呢 一个是因为现在美联储是不断的发行货币 所以相对来说货币呢是贬值 但是黄金却是增值的 而且呢现在国际的金融市场非常的动荡不安 美股呢最近也是大起大落 对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用黄金去避险 所以因此呢我们认为黄金在未来的走势呢是非常好的 而这只我们选择的NUGT呢 也是一路从年初的只有17美元 一路是上涨到了最高124美元 已经涨了超过100块钱 对已经涨幅呢是达到了7倍 所以说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只大牛骨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NUGT的原因 所以那大家也会很好奇像我们中文投资网 大家的专家像是Kingsley啊 Warren老师Jay老师 大家你们是真的有实际拿钱下去投资 并且就是在很多标的物个股当中 比较过后决定NUGT是最好的 你们是实际有去操作过 对对我们实际有操作过非常多的 用股票去收租金的方法 我们发现呢NUGT的回报率一个是最高的 而且呢我们Warren老师就非常有先见之名 在NUGT呢就只有53美元的时候 就买了750股的NUGT 总投入呢是只有4万美元不到 但是呢它之后是每周以2美元每股的价格 把这只NUGT出租出去 也就是说呢它每周都可以收到 1000到1400美元左右的租金 那一个月下来呢就有4000到5000美元的租金 可以说回报率是真的有在10%左右的 月回报率是真的有达到10%甚至更高 然后我们经过反复的操作 我们最近呢也有每周的去不断通过NUGT 收租金 然后每周呢都会收到1000美元左右的租金 我们是通过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操作 反复的演练之后呢 才把这只股票推荐给大家的 所以原来其实中文投资网推出的这个新课程 大家也其实各位老师已经经过半年的 这个在实验的实战操作 真的发现有赚而且不错 所以Warren在投资4万美元 自己就每个月赚了4000多块钱 相当的厉害 那Kinsley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最后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然后它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刚刚有提的是6月11号 是说溜嘴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课程大概是上课时间多久 然后用怎么样的方式传授给大家 好的没有问题 我们这次课程呢 刚才南南有说过是从6月11号开始 然后呢是一共有12期的课程 每堂课呢差不多是45到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呢我们是有两位讲师 分别是由我和Brent 来教大家从最基础的怎么样去开设这个买股票收房租的这个股票的收租的那个账户 然后呢怎么样去选择股票 怎么样去选择点位 怎么样去选择股票出租的价格 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买股票收租金的方法 而且我们的课程呢是分为网上的课程和实地的课程两种 当然来在洛杉矶当地的朋友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实地课程 也可以亲眼看到Kingsley美丽老师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讲师24小时的为大家的辅导 所以其实就算是非常入门的投资的初学者 也都可以很轻易的透过Kingsley老师和Brent老师的教学 来学会如何买股票收租金 这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是这样的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微信我们 那上中文投资网来询问每一位客服人员还有老师 谢谢 好那么看了这个短片以后呢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中文投资网在最近一个月呢 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一个是美股VIP直播 一个是美股收租宝 对于一些激进投资人呢 大家可以选择美股VIP直播 来看一下今天近期市场的一些变化 对于一些比较保守类的投资人呢 大家可以选择买了股票以后呢 6到12个月呢 不断通过收租的方式来赚钱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呢 周四啊 有非常重要的英国公投 决定是否离欧 还是待在欧洲欧盟里面 这个对全球经济 特别是欧洲经济 有非常大的影响 本周美联储如市场所预期的那样 按兵不动 但这也让接下来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今年拥有私自加息窗口 下一次FOMC会议将在下个月召开 因此从下周开始到7月中旬 这一个月的数据决定 美联储是否有信心 改变目前的鸽派立场 下周重要数据不多 有两个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数据 包括周三上午10点的 5月现存房屋销售数据 以及周四上午10点的新屋销售数据 另外周三上午10点半的 上周EIA原油库存变化数据 也值得关注 原油价格本月出现了 较为惨烈的下跌行情 从50美元上方已经跌到了46美元 库存如果无法继续减少 将让油价继续承压 周四早上8点半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将公布 鉴于美联储在6月会议中 再次将劳动力市场作为不加息的原因 因此接下来的一个月 劳动力市场如何恢复 变得至关重要 周五早上8点半 还将公布的是耐用品评单数据 经济事件方面 周二美联储主席耶伦 将在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报告听证会 做听证 届时我们将关注耶伦的措辞 和对未来加息的展望 另外达拉斯联储主席 也将在周五对经济形势 以及货币政策发表演说 国际市场是下周关注的重点 因为当地时间6月23日 也就是下周四 美国时间的周三晚 就是英国举行退欧公投的日子 之前的民调中 刘欧派和退欧派仍然属于胶着状态 退欧派在数字上挑战上风 但是周四发生的刘欧派女议员 遇刺身亡的事件 退欧宣传也遭到暂停 这或许会对投票结果产生影响 无论如何 英国退欧是本月最大的风险因素 刘欧派认为 在经济层面上 退出欧盟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特别是对于英国来说 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生产总值下降的结果 财报季逐渐结束 不过下周仍然有两家公司的财报 值得关注 一个是物流公司Fedex 他们将于周二盘后 发布最新财报 分析师预期 他们的每股盈利 将达到3.28美元 同比有较大增幅 另一个就是周四盘前的手机 制造商黑莓BlackBerry 分析师预计 每股亏损将近一步扩大到8美分 最后一个环节将是 我们关于下周的分析师 关于下周股市的一个预测 和个股分析 大家好 我是周门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首先由我来总结一下 我们上周的这样一个获胜情况 大盘是Warrant 2069的这样一个预测 获得了上周大盘预测的胜利 而个股方面的预测 则是由分析师Judy 所推荐的VHC 萧奥群雄 由于下周脱油公投在即 而目前的整个的市场中的 不确定性非常高 因此的话 我下周继续保持看跌这个态度 看跌点位是2035点 然后看好的个股是NUGT 嗨 大家好 我是Warren 我们的预测 就是标普下周继续下跌 预测点位2026 然后个股是TVIX 这是三倍看跌 两倍看跌的VIX的一梯 大家好 对于下周标普 我所预测的点位呢 是2105点 那么我所关注的个股呢 是LABU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Judy 我下周预测点位是2088点 我下周预测的个股是一家科技公司 SYNC 大家好 我是Kingsley 我下周依然是持看跌的态度 我看跌标普的点位是2050点 我看好的个股是UWTI三倍看涨原油 节目的最后呢 我祝愿各位全世界的华人 凤凰卫视的或者我们视频节目的父亲 爷爷 男孩们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在本周日 希望大家Enjoy父亲节 谢谢